虚拟悬线设计的目的是要让层形的分片更具层次感 因此以基本线为基准 在需要的位置给不同厚度来产生新的3D斜线 首先点选《创意精灵3D》里的新增虚拟悬线功能 接着定义这款虚拟线的名称 由于这款虚拟线是用来产生斜舌面的分片 因此取名为Tone 之后会进入定义以及调整虚拟线的选项中 在这些选项里先定义UV断面 定义U断面时上与下必须各多加一条来签字曲面变形 UV断面焦点的地方就是要给变形的位置 可以由输入的数值来决定变形量 定义完后可以点选预示的选项 来预览颜头变形的样子 确定没问题之后可以按Enter或者滑鼠右键完成虚拟线的设计 斜舌面的虚拟线设计完后再次执行新增虚拟线 会弹跳出一个参考虚拟线的对话实创 选择确定的话可以选择要参考的虚拟线 以这个例子来说只有一个Tone的虚拟线 选定后按Enter接下一步 定义虚拟线名称 名称是App作为斜面分片设计用的虚拟线 名称定义完后随即进入定义以及调整虚拟斜线的选项中 此时会发现画面上已经先产生一个跟Tone一模一样的虚拟斜线了 这时App的虚拟线可以根据Tone的虚拟线去调整简历 定义鞋面用的虚拟线需要的UV断面会比斜舌面的虚拟线来得多 因为要考虑厚包的厚度 领口的裹边大小 还有包覆斜舌面的厚度考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议完后一样可以点选预示的选项来预览颜头变形的样子 确定没问题之后 可以按Enter或者滑鼠右键完成虚拟斜线设计 虚拟斜线设计完成后 还可以使用修改虚拟线的功能来做修改 进入修改虚拟斜线之后 可以运用往前往后的选项 挑选要修改哪一个虚拟线 选定后会出现修改用的选项 以这例子来说 选取颜色选项来改变这款虚拟线的颜色 调整完毕后可以按Enter或者滑鼠右键离开功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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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